现在,越来越多的家庭在老人去世之后,将老人的遗诏供奉在家中,一来可以表达对老人的怀念,二来还可以希望已故的老人保佑家宅宁静,家人风水运势旺盛,但许多人都忽视了老人遗诏的摆放位置,要知道这老人的遗诏若是放错了位置,非但不会庇佑子孙,可能会给家人带来厄运,那么家里哪些地方不能摆放老人遗像呢? 一是卧室,许多人将老人的遗诏放在卧室之中,了达对老人逝去的怀念,其实这样是很不可取的,老人的遗诏阴气叫做,而睡着的时候阳气叫做,久而久之会使人阴气沉沉,噩梦不断,导致运气衰落,甚至遭受厄运,二是客厅正中,如果将遗诏放置于客厅,最好不要放在一进门就可以看到的地方,若是家中来了客人,进门便见到老人的遗像, 对客人不太尊重,另外老人的遗诏阴气中,放在正对门的位置不利于屋子的整体运势,且一招惹野鬼,与家人不利,三是存放杂物的房间,有的家庭在老人去世后,将老人的遗像摆放于老人生前居住的屋子,又在屋子中堆积了大量杂物, 这是其实是一种对老人极不尊重的行为,而且遗诏本就带有阴气,又在放置在久无人气的屋子中,会使房子中的阴气更甚,家中的老人小孩阳气较琢,一受侵扰,会出现老人身体不适,孩子精神萎靡,成绩下降,因此说,老人的遗诏摆放位置,对家人运势的影响极大, 一定要慎重,民间有很多有趣的民俗讲究,比如对遗像的处理方式,通常我们在处理老人遗像的时候,无论是进行焚烧还是进行封存,都会用布包裹起来,耳部的颜色有红布,白布,黑布等等,其目的就是阻止阳气影响遗像,同时也阻止遗像的阴气影响家中的风水,对我们不利,老人遗像的最好处理方式就是焚烧,我们都知道遗像上会该有很多阴气, 所以我们不能将遗像保留太多,也不能经常翻阅,否则不利于我们的运势,同时也会因为堵物私人而让我们的身体健康受损,所以我们最好直接将遗像彻底销毁,而销毁的具体方式就是焚烧,这可以最大程度降低遗像对我们产生消极影响,老人遗像的第二种处理方式就是封存,但我们在封存遗像的过程中,要注意好种种机会, 首先我们要注意不能封存太多的遗像,最好只保留几张遗像,其他的遗像还是要烧毁的,不然对我们家中的风水依旧不利,其次我们要注意给遗像包裹红布,白布或黑布,以隔音阻阳,最后我们要注意遗像封存的地点要隐秘,不能经常翻队,最好用锁头锁起来, 已经过去的亲人照片主要是两种,一种是特别制作的遗像,另一种是生前所留下来的生活照片,一般说来,出于亲情的考虑,对于这两种照片的处理,都会有令人伤感的困难之处,而且还会因为感情的深厚程度更加纠结,先来说说遗像,以故亲人的遗像,大多是经过精心挑选后,特别制作而成的, 是最能代表试着形象的那一张照片,通常会比较大一点,有时还会制作得比较精致,亦是怀念和敬重,对于遗像,我们可以根据自家的具体家庭情况来选择处理方法,如果墓碑上设有一像的位置,可以直接把遗像嵌在墓地的墓碑上,应该是比较好的做法,因为这样就可以在每次上坟扫墓祭拜时,都可以瞻仰或看到过去亲人的遗容,从而寄托埃思,诉说中场, 更便于祭拜,当然,也可以把遗像放在遗孤亲人的骨灰盒中一起下葬的,如果不打算或者是不能在墓碑上留下一像,则可以在家里的适当地方,把遗像安放好,以便于随时祭拜,问题是家中有宫摊,家族有祠堂的好办,有固定的摆放点,如果没有就比较麻烦了,因为过去那种,把遗像直接放在正房客厅中间位置,如放在家堂上,挂在客厅里的做法,现在就变得不错, 不太现实了,不仅过去的那种老是家堂越来越少,而且常常为年轻人所不能接受,所以,如果要想保留下一像的话,就要另想办法了,比如可以放在橱柜或阁楼等处,也可以用红布和黑布把遗像包起来放好,否则就只能选择不再保留了, 一般情况下,却是三年后的亲人一乡,即可焚烧处理掉的,至于试着生前的照片处理,是要根据每个人和整个家庭的具体情况而定了,如果想要保留下来,即可以专门用一个影集,进行收集,整理,并收藏起来,以便随时可以拿过来翻看,如果担心时间过长,照片的质量会变差,甚至损坏,也可以翻拍一下, 做成电子相册,以便永久保留观看,尤其是现在图片,视频等的电子技术相当发达,加上互联网,就完全可以把遗孤亲人的照片,处理到令自己满意为止的,当然,如果因为某些特殊原因,选择不保留的话,就可以自行处理掉即可,总之,对遗孤亲人照片的处理,确实是一件令人纠结困惑的事情,有时还会令人伤心难过,所以务必要根据每个人的 实际情况,去选择自己认为,比较妥善的处理方法才好,因为只有处理的好了,才会让逝者得到安息,而让生者得到安慰,下面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供大家参考老人一项的摆放,老牛的爷爷过时的比较早,那时候家中条件差,并且那时候村子里面也没有什么照相馆,他的父亲就请了一位在村子里给人,画像的师傅给他的爷爷画了一张一项,他爷爷的丧事 他爷爷的丧事办理完之后,他爷爷的一项就被摆放在了堂屋的桌子上,一进门就能够看到他爷爷的一项,因为他父亲是老大,一项就放在了他们家,每年过节他父亲还会将家中的饭菜给爷爷的一项钱摆放好,他们这边一般情况下家中的长辈去世之后,一项一般都是要在堂屋摆放三年的,然后将一项收起来, 那时候他的爷爷和奶奶的感情很好,他奶奶不愿意将他爷爷的一项收起来,他说感觉这样做爷爷会被遗忘的,就这样在他奶奶在世的时候,他爷爷的一项一直都是摆放在堂屋的桌子上的 2003年那一年,他奶奶去世了,那时候家中的条件已经不错了,但是由于他奶奶走得比较急,没有留下来什么照片,他父亲就将他奶奶比较好的日常照拿去照相馆扩大成了一项,后来他的爷爷奶奶的一项就一起摆放在他们家的堂屋里,在后来家中盖了新房子,他爷爷奶奶的一项就一起收了起来 每年他爷爷奶奶的生日,8月15,春节这些节日,他父母依然会将他爷爷奶奶的一项拿出来摆放在客厅的桌子上,然后再将过节的饭菜给他爷爷奶奶的一项钱摆放好,以表示怀念,长辈的一项如何处理这是一个比较私人的问题,你可以摆出来,也可以收起来 如果觉得一项经常摆放在家中,会对生活造成影响,那就收起来,老人过世的做得再多也是枉然,最好的做法还是在老人暂时的时候,多尽小才是对的 而且怀念老人不仅仅是要把一项摆出来就行了的,而是要记在心中才是 我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流传下来很多俗语 厌语,这部分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和诗词歌赋相比,俗语和厌语没有那么高雅,充满封建迷信的色彩,但起到的作用却非常大 作为老祖宗智慧的结晶,一种特殊的文化载体,俗语和厌语用一句包裸万象形容也不为过 几乎涵盖了和人类生活所有相关的东西,让人十分敬佩 这种文化和大多历史文化不同,却和风水命离息息相关 比如听堂不挂先祖像,院中不再狼牙棒这句话 从古至今供奉先祖对于后代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 不仅关乎着一个家庭的传承,也是人们孝心的体现 即使是古代帝王都会悬挂祖先一向一次鞭挞自己更加努力,也方便缅怀 帝王都如此,那么为何在听堂不挂先祖像,院中不再狼牙棒这句话 却表示客厅中不同悬挂供奉祖先一向了 其实这句话的由来和人们的生活习惯有着很强烈的联系 看似迷信的话,也有着不为人知的道理 古代史人们在世内供奉先祖一向,大多都是放在休息区 这部分空间外人很少会设计 甚至有些人家中还会设有专门的房间来供奉一向 而这些区域都是不对外人开放的 要知道古代封建社会时期,人们对礼法有一种莫名的执着 听堂在古代一般都只会客的地方 待客如果不是亲近的人,只是在专门的会客厅内接待 如果把先祖一向放在这里难免显得不尊敬 还会吓到客人,相对来说一向还是放在比较安静的地方,比较合适 这也是在古代人家中都会设有祠堂的原因 到了现代社会中就更加不合适了 现代人外向爱交朋友,虽然很多人都是唯物主义 但接触这些东西的时候,内心还是难免忐忑 尤其家中来客人的时候也比较忌讳,很影响社交 因此这句话在现代也是非常适用的 听堂不挂先走向 院中不在狼牙棒这句话,后半句和前半句其实关联性不高 主要是说在家中的小院里不要栽种狼牙棒 这里的狼牙棒指的其实就是带刺的植物 之所以会这么说,其实和人们的生活有很大的关系 在农村生活过的人应该都知道 农村有很多植物都带有坚硬的词 轻易地就能扎解人体,安全隐患很大 如果被孩子碰到很容易发生危险的事情 其次就是这种带刺植物的寓意不好 栽刺在很多地方是做坏事的意思 刺这个字也常常被人们作为负面形容词使用 以前的人们劝人做好事便会说,栽花不再刺 最后就是在古代医疗手段还不是很先进 无法找到根源的疾病,就会发挥自己超强的想象力 然后将这些东西和一些现实中的东西关联 比如带刺的植物 以前的时候,有些地方人们在出门砍柴时 便会被告诫不要砍刺铜树 因为这种植物带刺,带回家烧火容易长窗 实际上这两件事情之间完全没有任何关联 不过是人们的联想罢了 要是从这方面来说,听堂不挂先走向 院中不再狼牙棒这句话虽然看似封建迷信 实际上也还是有一定根据